大家好,我是林芳靖 今天我要说的故事是 不能替大 有志他们阿明是同学 正年夏天,他们两人结伴去同学 一听到我学,很多人都会觉得太棒了 可以边学边玩 可是在古代,游学没有火车、高铁、飞机 得走路,吃不好睡不好不说 还得自己做饭、洗衣、打工、赚饮费 虽然是很好的活练,但是很辛苦 出发没多久,阿明一边受不了了 这天早上,他一边整理行李 一边对着有志抱怨 你看,这一路上吃不好睡不好不说 光是走路脚都抹出水罢了 还要自己做饭、洗衣、打工、赚饮费 多辛苦啊,我要回去了 有志说,怎样才能让你改变心理呢 除非这所有事情都有人替我做 好啊,那我代替你 你代替我 是的,从现在起,你别吃饭了,我替你吃 不行,那我可饿死了 那你别穿衣服了,我替你穿 不行,那我可冷死了 不然你别上厕所了,我替你上 不行,那我可憋死了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 我帮不了你了 要往前走或回家 你自己看着办法 吃完,有志便头也不回地走了 只留下阿米一个人愣在那里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很多事情是不能替代的 吃饭穿衣是如此 学本里,看你接受魔力又何尚不是如此呢 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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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